只取前10个会员,OK,所以应该OK,前10个,前10个是一样 就是你可以第几个,从哪一个到哪一个 OK,所以你如果颠倒的话,其实就反向就好了 反向怎么做,回去想想看 如果你要单数的,双数的,怎么做 可以想想看哦,这地方其实后面加一个step不就OK了 所以$0.2嘛 那这个地方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如果我要取什么,取姓名跟手机 诶,姓名跟手机怎么取 第一步的话,把它切割,那切割怎么切 特别注意哦,我们要把这个资料,这个指的就是每一个 OK,那第几个,我们先把这个.stripe先拿掉了 因为stripe这个部分我先 另外的话,如果不拿掉的话,还有一个哦 特别是有,这个python有个特别的写法 就是你可以把方法后面再继续加方法 也就是如果要切什么,切,再去切割的话 你可以什么,spreit,还记得吧 这个spreit,我如果要按照它有豆点嘛 我可以在这边再加个豆点 那,可是问题来了,我切,可是我切了之后,前面要有个东西去切啊 所以哦,请你在这个print上面这边 再加一行,把这个东西拿到上面来 那切割完之后的话呢,丢到一个另外一个串,叫list2 意思就是说,帮我把这个东西做切割 像这个东西切,切完之后呢,变五个 放在哪里,放在list2里面 那将来如果说我要把它print出来的话 我不需要去,如果现在把这个list2print出来的话 我看一下list2,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就这样切割 print出来,那你会发现它变成这样子 因为切完之后,它就放在一个串列 所以哦,这个list2就是另外又产生一个串列了 但是如果今天我不要这整个串列的资料 我只要这一个,跟这一个的话 那你只要告诉他说,哦,这个编号是多少 那这个编号是多少呢 这是0嘛,这是1嘛 2,3,4,也就是1跟4哦 所以呢,我只要怎么样把1跟4 中挂阿胡,这边输入1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的话呢,串接 那因为我中间要加豆点好了,豆点 然后后面再串接,再把4放在后面就可以了 OK,这边把它改成4 好,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哦,先切割啦 所以刚刚重点是,第一个,切割放在一个新的串列里面 第二个的话呢,把它的1跟4拿下来,执行 OK,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呢,因为我切割之后 只留下什么呢,我只要什么 第二个栏位,第二个栏位应该从0开始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1 然后呢,跟第4 所以你会发现哦,只有姓名跟手机 那因为中间串了一个豆点 OK,那底下的话呢,编号也不见了 所以姓名,手机,姓名,手机,OK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 这个Split帮我切割 切割完之后呢,取它哪个编号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了 OK,那后面的话呢,也许啦 衍生性的啦,你可以再把它什么 用那个W模式,加上Write 把这边已经切割好的资料 你又可以把它存档,存成一个什么 存成一个Member2好了,点TST 或者Member底线RPT,Report 然后呢,就是姓名跟手机 也许就是我只要我要的那个部分 的那个会员资料,就可以做切割了 OK,所以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 那这个最后的那个结果 我刚刚讲的这个程式 其实如果你想要参考的答案的话 那参考程式码,我把它放在第11页里面 OK,那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原则上就 先讲到这里好了 OK,那下一次上课啦 下一次还有两次上课啦 所以原则上呢,我们就 后面的话,会把那个 证照考试的题目 原则上把它讲完 所以,再来就406,408,410 然后一直到502,510 OK 那 同学问说,是不是用with open会比较好 其实我讲过啦,习惯就好了 每个人习惯的写法 你觉得你喜欢用with open 你就用with open 如果你不习惯,你就不要用嘛 这个 没有说一定要严格要求啦 这个我自己是不太喜欢用with open 因为感觉这个写起来不是那么顺畅 当然每个人这个写作的习惯不同 如果你觉得with openOK 那其实也可以这样写 因为坊间的书籍,我知道很多都很喜欢用with open 但是我算了一下字数 好像with open写的字会比较多一些些 OK 那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OK